欢迎继续收听 《坠序》第365章 心之所愿听下大同一上 在郭耀师及其麾下长盛将军 向五朝投诚的消息传遍全城 成为众人在茶余饭后的议论的焦点的同时 汴梁城中推动了此事实现 位于五朝金字塔顶端的人们 也正在胜利的余韵中感受着这一成果带来的喜悦 一年来惊人攻势猛烈 以攻下辽国近半数的国土 此消彼掌之下几乎已经敲响了辽国的丧中 所谓得道多注 师道寡注 此时常盛军从辽国投诚到五朝来 似乎正是这个道理的最佳作证 自开战之初至今 朝中主战派和主和派势力的天平倾斜得越发厉害 但朝堂上仍旧有相当一部分坚定的主和派 而主战派也并非是铁板一块 在北伐军屡战屡败的微妙形势下 主战派逐渐分裂成两派 一派要求北伐军在前线奋力作战 务求取胜 尽可能地展现己方的实力 以便在此后与惊人的谈判中取得更大的优势 另一派则因为看到前线败连连 开始鼓吹己方保存实力 坐山观户斗 待清廖两败俱伤 在城市得利 这两种论调一开始尚能并存 但随着战局的变化 两派明显地分裂了开来 但无论如何 主战派的底线还是收复幽阴 至少不能让主和派占了上风 而当长盛将军投诚的消息传来 后面一种论调开始在朝堂上占得上风 此时第一批北伐军正按兵不动 同贯刚率进军北上 还未再度与撩人开战 郭药师便已投诚 这样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天朝上国 王道之师的风范 在大部分人看来 这正是武朝迎来忠心之机的标志 此时城中群情鼎沸 一片欢欣鼓舞 人们纷纷举办各种酒宴 文会庆贺此事 于是这两天里 便梁城中承办酒席的商家发了大财 各处秦楼储物馆也是收入不菲 几个文会办得有声有色 一位名叫于少元的才子 在靖思园中做了一篇王道富 被评为近百年来少有的大器之作 有唐石遗风 此文偏似利六 洋洋洒洒地论述了武朝再逢盛世的必然性 文采横溢令人叹为观止 文士昌盛自然也是国运昌龙的表现 大家对此是不会有什么意义的 而写下王道富之后 这位于少元又赢得了京城花魁 姬婉晴的青睐 这两天在京城中传为佳话 而于少元也引然要于此时 被称为京城四大才子的周邦彦 郑书和黄元氏 谢道三笔尖了 文采风流 正是这个时代的主流 无论如何都是绕不过的 这天下午在右相府中 也有几个人正拿着那篇王道富传阅议论 这里是右相府的东远 与秦四元办公的书房痕迹 此时但见房中书籍暗读众多 可见房中几人都是秦四元信得过的幕僚 其中一人是个中年和尚 样貌俊义 另外三人则分别是三十岁 四十岁 五十岁 三人的气质都十分成熟稳重 洋洋洒洒 大气佩然 这于少元可称得上是文才天纵了 他今年才二十出头吧 倒让我想起了王子安 说话的是那五十来岁的老者正摇头不断赞叹 他口中的王子安则是出唐四节中写下藤王格序的王伯 能在右相府当幕僚的都是文才斐然之人 这位老人将于少元与王子安相比 足见于少元文才非凡 不过他这话音刚落 不远处正在符案书写的那名三十多岁的男子便挑了挑眉 反驳道 文才虽好 却空有感叹 理论不足呢 只能凭王道正气便可新国安邦 哼 虽然也并非毫无道理 但若真是如此 年够 我们又在做什么 他才二十出头 有文才便够了 何况新国安邦 本也该以王道为主 这倒也没有说错 周海 你又何必介意 被称为年功的老者笑了笑 另一边的窗户前 正在喝茶的和尚抬了头 若论文才 与周美城比肩 或许是可以的 不过 怕还是比不过 那位正在上京路上的 一夜鱼龙虎吧 那是一人 不用拿来比较了 那位三十多岁的男子 这样说了一句 窗边的和尚笑呵呵地点了点头 而那位四十来岁的中年男子 只是静静地听着几人说话 并未参与其中 此时房间里的四人在外界都颇有名气 被称为年功的老者姓姚 名叫姚祖年 年轻时便是秦思源的幕僚 他学时晕博 之前虽然只是跟着秦思源做事 但无论是在官场 还是在文坛上 都有着莫大的名气 秦思源辞官之后 本来是可以为他安排一份虔诚的 而他自己的名气 也足以让他转头到任何官员的门下 但经历了黑水之盟后 他的功名之孽也淡了下来 选择了归隐 直到这次秦思源负起 才重新出山 那位四十来岁的中年男子 名叫纪昆 他原本是秦思源年轻时的仆从 后来随秦思源读书识字 成为秦思源最初的几个弟子之一 此人擅长的并非是诗词文章 而是管理和务实 虽然看起来老实甚至木讷 但在秦思源主持立部时 不少人都领教过此人的心狠手辣 秦思源词官时不希望他跟着自己去江宁 当区区一个管家 便让他随着密针撕去了北方 秦思源复起后 他才从辽国回来 看起来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只是比以前更加沉默了些 那三十来岁的男子 原本也是秦思源的弟子 姓成 名放 自周海 他早年颇有才情 性格又比较愤世忌俗 在大明府颇有些名气 曾在文会上与人争锋 也常在青楼棉花素柳 不过他志不在此 如今无论在官场 还是在文坛都没有什么建树 秦思源复起之后召他过来 他便也过来了 至于那个和尚 在京城就更是大名鼎鼎 此人法号绝名 本是郡王之子 年轻时样貌英俊 才华横溢 后来却剃度出家 在京城引起了轰动 他学问虽然不如姚祖年渊博 但在诗文上的才华 却稳居其于僧人之上 只不过由于他已是出家人 便未被列入京城四大才子之中 但名气笔之周邦彦 也不见得逊色 这位绝名禅师 虽然已经出家 但并不在寺庙里修行 他交友广阔 浩劫交朋友 与京中的才子名士都颇有交情 他并非右向幕僚 此时在右向府 也只是来访友的 这个下午 秦四元并不在府中 几人聊了一阵 有下人过来向纪坤说了些什么 纪坤跟着出去了 不一会儿笑着待见了一个人 姚祖年见了也笑了起来 伯二差点认不出来了 来人正是从码头过来的文人伯二 他站在门口拱手见礼 姚先生 绝名禅师 许久不见二位先生了 周海 此时房间里的几人 或多或少都参与了密贞司的事务 其中绝名和尚更是与康贤一样 以皇族的身份充当密贞司的保护伞 大家早已知道文人伯二将要过来 也都知道他在杭州的座位 此时笑着打过招呼 成周海下意识地往门口看了好几次 文人伯二发现之后有些疑惑 周海在看什么 姚祖年在一旁笑了起来 他怕是在看哪一位一夜雨龙舞吧 伯二既然已经到了 那那位宁公子怎么还没过来 听他说起宁义 文人伯二笑了起来 将宁义去找处处的事情说了 随后又看了看成周海 力衡行事的风格与周海倒确实有几分相似 而且周海往日里以诗文建长 莫非是尽力欣喜想要找人切磋 成周海文言只是笑着摇头挥了挥手 倒不是为了这个 这下十六少怕是又得挨批了 他带着几分细血的喃喃道 一旁的姚祖年与绝明文言 皱眉对望了一眼 对啊 少渝去哪里了 纪坤道 怕是又出去找那些公子哥们玩了吧 文人伯二不仅有些疑惑 待其余几人说起才知道 秦思源早就安排了从老家过来投奔他的一名侄子 去码头迎接宁地 与文人伯二 虽然傅贤在江宁的这几年 与老家的亲族没有什么来往 但秦思源负起之后 宗族里还是有不少人上京投奔他 除了要钱要粮要当官的 也有人把自家孩子送了过来 托秦思源代为管教 希望能跟着秦思源求得一份好前程 复起之后 这样的事情几乎是源源不断 而秦思源偏偏又没办法回去 虽然能推掉一些 但还是有些人在右相府中留了下来 这位十六少秦少瑜便是其中之一 只是这些年轻人都已经十几二十岁 性格已然定型 秦思源能教他们的已经不多 而且即便他再威严 对家里人也没有太大的威慑力 难以真正管束他们 近一年的时间里 这些少爷很快就染上了京城里的那些阔少们的毛病 整日里成群结队的外出游玩 参加文会 流连于秦楼厨管 还打着右相府的旗号 秦思源严肃处理过几次 甚至动用过家法 但右相府重建不久 家风和规矩都还需要时间来沉定 秦思源这一年来又忙于处理北伐的事故 想要真的管好他们 也是利有未待 这次宁毅等人上京 秦思源估算了一下他们到达的时间 让秦少瑜这几天去码头等着 要将两位师兄及时接到府里 也有让宁毅与文人博尔提醒一下后辈的想法 跟有本事的人交个朋友 总归对自家的子职有些好处 但一来秦思源也不可能算得太准 二来船队在途中经历了诸多变故 晚了好几天 而以秦少瑜的性子 哪里能真的天天关心这事 于是便错过了船队到达的时间 想来免不了要挨上老人一顿骂了 文人博尔听了不由地苦笑起来 秦少瑜若真的挨骂 少不了要迁怒到自己身上来 无论如何 殊不见亲 这总不是什么好事 妖祖年等人看出了他的忧虑 之间成舟海挥了挥手 不用担心 这些公子哥们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老师在这些事情上 判别能力肯定是有的 不过虽说哪家高官都少不了这样的亲戚 但右相夫如今相当于推导重来 这些人便都凑到了一起 老师师娘都是不堪其扰了 他顿了顿 不过我确实是很想第一时间 见到那宁丽恒 老师也说了 要第一时间把他接到府里 但理由你确实猜错了 文人博尔皱眉想了想 我知道他跟老师是忘年之久 不过不是因为诗词 不是因为诗词 也不是因为他对付梁山的手段 虽然说在这两点上 他的表现我们都远远不如 后来老师与年公 绝名大师也都讨论过 这位年公子 思考问题的角度 与普通人怕是有些不同 老师说他是一人 但这样的人也绝不是绝无仅有 而真正让人深思的是这个 开始我也没有注意到 城州海神色严肃地说着 从一旁的柜子里 小心地拿出了一个盒子 与之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 《坠续》第365章 《想》 穿越历史小说《坠续》 作者愤怒的香蕉 演播人 俱武巴雅居 作诗今生欢半生叹 相逢相牵 去而复返 愁愿做姻愿